下載這個資料的話,我這邊有提供一個切到點位資料 當然其實你們也可以用Google找一下開放資料 也會找到一大堆 其實現在因為主要未來很注重所謂的開放政府 所以開放政府的前提當然就是開放資料 也就是說政府機關假如要做哪些事情 他就會把資料公布出來 那民眾的話可以自己去從網路上撈到我們想要的資料 那其中的話你們可以找到台北市政府資料大平台裡面 比如說我舉例 因為在台北市政府的資料幾千種 然後中央政府大概幾萬種 那比如說我比較關心的 也許就是生活裡面像切到案件 這當然對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比如說你可能想要租房子 那你想說哪邊的資料比較差 當然就不要去那邊租了 那所以呢如果第一個我想要抓有關切到相關案件的話 那你可以從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裡面 一進來的話 那其實網址還蠻好記的 叫什麼Data.Type OK 那只是說連線有點慢 台北市政府有點慢 那點進來之後他可以搜尋 那搜尋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很簡單 假設我想要知道切到 切到相關 切到 你會發現呢 這個關鍵字找出來的話呢 會有很多像街頭搶奪 到底 台北市的那個搶奪案件 有沒有 他還有什麼 強到 搶奪 強到 好像那個 不太一樣嗎 看起來好像很像 那 如果你想知道 另外還有什麼 機車 比如說有同學有騎摩托車的話 想知道說哪一個區或哪一條路上 這個失竊率最高 那當然你停在這邊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OK 那其實他這邊有公佈啦有沒有 然後 另外的話還有汽車 自行車 那我們今天練習的是這個啦 住宅切到 那跟各位講一下 之後如果你要找練習的話 請各位 盡量找那個後面檔案格式是CSV的 OK為什麼CSV 因為CSV 他的好處 就可以直接用Excel去把它開起來 OK 那相對的話會省去比較多麻煩 當然 他會提供其他類型 像JASM或者像什麼XML 那那個當然用Excel開會比較麻煩一些 那我們練習的話用這個啦 我們叫做CSV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點擊進來之後 他會 跳一個什麼 下載 那我們直接把它點 點下去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載 並且可以把它開起來 你會開始下載 那這邊就會跟你講說他目前下載 那 他這個格式的話 還蠻妙的 他好像是 UTF8的格式 所以在資料找中開啟 好那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 這個檔案 那 CSV跟Excel 那你會發現他 預設是用Excel 你可以直接Excel打開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說你的 這邊是 這不要管他 假如說你的那個 Excel版本 是比較舊的版本的話 應該是Excel的2010以前的版本 你打開會又是亂碼 那 2013以後的版本就不會是亂碼 所以如果你假設 遇到那個 你的版本是舊版 打開是 亂碼的情況的話 跟各位講 你可以有另外一個方法 我先把他關閉 那開的話呢 記得按右鍵 把它開啟的時候 你可以用記事本先開 所以特別注意 假如你開起來的話 假如 因為他這邊有顯示UTF8 一般都是因為編碼方式 是UTF8所造成 因為呢 微軟他的編碼方式 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跟Google 跟Apple 跟其他的作業系統 就是不一樣 所以呢 如果假設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記得如果假設你的電腦版本不是最新的 那你可以按右鍵 開啟的時候呢 記得用記事本 其實記事本就可以幫你解決亂碼的問題 那解決的方式的話 記得按右鍵 開啟檔案的話 選擇記事本 那你會發現 記事本幫你打開之後呢 其實 什麼叫 CSV 這個C的話 是 糟點 也就是說呢 這個CSV格式 它有個特色 就是資料跟資料的 藍跟藍中間的分隔 它是運用什麼 運用糟點把它隔開 那最後是一個換行 也就是第1比 第2比第3比第4比 那以色尼剛好運用這個 這一個 就是 分隔 所以它會自動幫你打開 那我剛剛提到喔 如果假設你的以色尼打開是亂碼的話 那你只需要先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記事本把它打開之後 再利用 記事本裡面有一個很簡單的功能 令存新檔 那令存新檔 其實很簡單喔 請各位注意看喔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令存的時候呢 找到編碼方式 只要喔 你如果在Excel裡面開 特別注意喔 就是不要用UTL8啦 也就是它如果是UTL8 不管是這一個還是這一個啦 反正只要是UTL8 在舊的Excel版本 都會是亂碼 但新的版本比較聰明一點 它現在也比較沒有亂碼 像我們現在打開後沒亂碼 但如果說你是在那個 舊的Excel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只需要把編碼方式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第一個 ANSRE 這個ANSRE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微軟的編碼方式 那你改這一個 它再把它存檔 這樣的話呢 打開之後 它問你說要不要取代 它把它取代掉 這樣重新打開 你那個Excel就不會是亂碼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電腦 我們學校的Excel已經更新了 所以沒有亂碼問題 OK 所以這個第一個 好那這上面有訊息 不要管它關掉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 我們要統計 我剛剛講的 就是在雲端上面 我特別強調說 我如果想知道 幾個訊息 在哪一區的切大按鍵最多 哪一區 所以呢 以後如果你要做統計分析 假設沒有那個欄位的話 請你自己把它變出來 因為沒有那個欄位 因為你就沒辦法做那個動作 那個統計分析的動作 所以 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先產生哪一區 就是區 然後呢 還有什麼呢 哪一條路 所以呢 我們可以先做了 區比較簡單 我剛剛有提示 區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在這邊 按一欄 點一下 按右鍵好了 插入一欄 那這一欄的名稱叫 區好了 OK 然後在這邊再插 反正就插入兩欄 一欄是區 一欄是路 或者因為路好像沒辦法表示 比較完整的訊息 所以理論應該是 路跟街還有道 這邊的話乾脆直接就街 他也有可能是哪一條街 那也有可能是什麼道 像市民大道 還有什麼 凱達格蘭大道 好像就這兩條 那還有嗎 他沒有吧 路街道 應該沒有別的名字 如果有你就會把它加上去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新增這兩欄的動作 那並且把 這個 這個工作表名稱 改一下 剛才改的函數 因為我剛剛講 第一個工作表是函數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取得 區 區怎麼取 插入函數 用文字類 這個我們前面用蠻多的 就是所謂的用什麼 用密的 因為他的資料剛好在這個地址裡面的中間 Middle OK 所以按確定 他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資料 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Start number 你從第幾個字取 從第四個字 剛好台北市 文山區 所以 從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 取幾個字呢 取 三個字 有沒有 這取到 文山區 OK 確定 然後把他向下點兩 向下填滿就是 這個 儲存格的 右下角空點 快點兩下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區了 OK 那難的話難在哪裡 這個路階道 這是最難的 那路階道怎麼取 當然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辦法 如果你有更 更好的方法 其實我們應該是 取什麼 取剛剛講的 萬林階 那前面可能是里 可能是區 那不過也有一種可能就是 這邊有一個林 有沒有 然後也有里 也有區 也就是說 可能第一件事情 假設你要取這個 路階道的話 那你恐怕你要先分析一下 你要如何 取出應該取的資料 不然的話 你就是土法鏈鋼了 我想應該沒有人想要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是什麼 點兩下 然後Ctrl C Ctrl V 有沒有 然後再用眼睛看 Ctrl C Ctrl V 不過現在 職場上還是有人這樣做 如果你是這樣做事的話 當然你要比人家早下班 是絕對不可能的 OK 所以其實 會跟不會 其實真的工作效率 真的是十萬八千里 所以其實像職場上 如果老闆要請一個員工好了 我當然要請會的吧 OK 那你請一個每天在這邊 Ctrl C Ctrl V的人 你說真的 你是老闆你會覺得說你可以快一點嗎 你可以想一點辦法快快速完成嗎 OK 當然第一 至少你要會函數吧 你不要說你會入聚集 你要會寫VBA 但如果你會的話 更好 可是如果你不會 至少你要會函數吧 Excel裡面如果你函數不熟 你不要說你會使用Excel OK 為什麼因為 這些的話都是平常很常遇到的 那怎麼做啦 當然我只是想出我 我習慣的方 我習慣的方法 然後我找到三個 三個函數 我把它串成一個公式 當然這絕對不是 唯一的標準答案 你可以去想想看 用什麼其他方法 可不可以得到我要 一定還有別的方法 只是說每個人的邏輯習慣不同 所以 會產生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OK 這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如果你在工作上 老闆不會管你怎麼做的 反正你做出來就對了 OK 他其實沒興趣啦 反正他是想看最後結果 哪裡治安最 比如說你 假設警察局長 他關心的什麼 你趕快給報表出來就好了 至於你怎麼做的 我不管 只要不要做錯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你看治安很重要 每天被罵最多就治安嘛 對不對 假設有一個竊道案件 你看 議員就開始罵 對不對 為什麼治安會這麼差 為什麼 怎麼怎麼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做一些數據 讓人家幸福 我們治安是變好的 而且是越來越好 OK 有沒有 像比如說哪個區 最差 你要先點出來 這幾年的治安有沒有改善 你不用空口說白話 你又不住那裡 你怎麼知道 OK 所以把數據拿出來 相對起來是比較客觀的 有沒有 不然有的時候說 我覺得 治安變好了 你是誰 對不對 你 你 我 這太主觀了 所以 你就把資料拿出來 把最近發生的 行 這個案件 的數據 然後你可以畫一個趨勢圖 或者是畫一個什麼 畫一個直條圖 或者畫一個 統計 反正各種 的 視覺化的圖形 馬上讓人家 知道一看 就一目了然了 OK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我們就是 我的習慣是先找這個 有沒有 有0的好了 那我們怎麼去抓那個 0的部分 第一個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fine0 0找到 那就下一個字了 所以開頭是 中這個字 所以我假設用 第六列這裡 就編號5的 插入函數 我用fine函數 fine什麼 這我想到的方法 如果你有其他方法 沒關係你可以試試看 fine什麼呢 fine0 所以我這邊直接打一個0 OK 其實前後雙零號可以打 不過它蠻貼心 會自己幫你加 找這個0 去哪邊找 這個 這個儲存格 在第幾個字 找到了第11個 按確定 有啦 那所以呢 假設我如果再找到入的話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要把那個中層入這幾個字切出來的話 其實我只要什麼 把這個 剪下來 然後插入到mid就可以了 插入到mid 如果我今天 假設有0這個 我先用這個當 測試 這個 那個柱子 裡面的第幾個字 0這個字的下一個 所以把它加1 有沒有 剛剛的這個公式貼在這裡 有沒有 加1之後 然後要幾個字呢 當然你如果輸入3的話 中層入當然OK 可是問題 你怎麼會知道三個字 將來的話 有的 四個字 有的 三個字是沒錯 像宗教東路 就是四個字 所以呢 你假設 長度不同的話 你變成你要怎麼樣 用找的 那怎麼找 你就找入這個字的位置 所以 其實你可以 把剛剛的 fine0這個字的位置 把它改成 fine 應該fine入這個字的位置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減掉什麼 減掉那個 0這個字的位置 就是三個字 就是 中層入這個入的位置 應該 是在 第 這11 12 13 第14個字 14-11 剛剛好就三個字 所以我按確定的話呢 那當然 它會符合我的需求 不過你會發現 向上填滿的話 它一律會錯誤 為什麼錯呢 因為你這個公式 是以什麼 以地值裡面有0的 去找 那如果說呢 這個最麻煩的地方 那如果假設上面 為什麼出錯呢 因為上面這邊地值 都是什麼0 都是什麼0 這是 這就沒有0 這個有0 所以喔 後面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0 那你找不到0 那你就找0 如果找不到0 就找0 0 在這裡最麻煩的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嘛 先把0這個找出來 這個比較簡單 然後再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入街道 有沒有辦法 用一個快速的公式 可以把需要前後的資料 通通通找出來 那找出來 那你就OK了 就下班了 但如果做不出來喔 怎麼辦 Ctrl C Ctrl V 那我跟各位講 真的職場上有非常多的人 每天都在 Ctrl C C V 3000多筆資料 你要做到什麼時候 而且 這個月份 統計完喔 下個月又來了 你下個月再來一次 那你每天都在 Ctrl C C V就好了 你什麼時候可以找下班 對好OK 所以像我發現很多那個 警察 這個警察局單位喔 來學習這個課程 這個跟 我在別的地方開課 來學習的 還蠻多的 為什麼因為他們如果不會這些啊 說真的要能夠找下班 還是 困難的事嗎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先試一下喔 那這個資料的話 你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連結過去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用Google的方式喔 找那個 開放資料 或者是你找台北市 開放資料 那就會有個所謂的 這個台北市的 開放大平台 那當然呢 以後如果你做索羅 你可以去找別的縣市 也沒關係 假設你是 你的居住地喔 是在外縣市的話 那當然你對外縣市的治安有 或者是他其他 其他的議題啦 不見得一定是治安 如果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先去 那一個縣市 的市政府 找一下相關資料 其實理論上我發現現在的開放政府 政府做的越來 越這個喔 這個越來 這個越 資料越越多啦 我發現好像現在政府 盡量 把資料開放 出來 那好處當然就是說 民眾就自然而然喔 不需要去猜測啦 其實說真的 這些資料我們都有 所以其實假設 你對於 治安有疑慮的話 其實當然你可以 從這上面去 自己去統計分析 自己去判斷 當然不太需要說你一直是只是看新聞媒體 因為新聞媒體其實報導的不見得是客觀的啦 有的時候你說像 記者會在路上 採訪 採訪路人 問題那個其實都還蠻 蠻主觀的啦 而且我不知道也許記者他採訪10個人他可能 可能有些他已經有點 預設力長了 然後他播報的時候也許是找到 找那個 講的那個 論點喔比較接近他的 也許報導出來就是那樣的論點 那是不是這樣喔 其實倒也很難說啦 所以 基本上最好還是可以自己利用這個資料 得到一個答案會比較客觀